你敢相信这辆崭新的巴士是纯手工打造而成的吗 而这神奇的一幕就发生在巴基斯坦 由于巴基斯坦的工业能力不强 很多车基本都是靠手工打造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辆巴士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这个又长又黑的东西算是巴士最基础的底架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固定这个架子基本上都是靠手工 四个角落的螺丝是两个师傅一点一点拧起来的 拧完之后就要给这个架子抛光 打磨 上棋 接着就是固定轴承 基本上也是靠师傅悄悄打打 手工拧螺丝来固定 固定好轴承就是装发动机了 从外观看 发动机应该不是全新的 他们通过架子将发动机慢慢吊起 然后用千斤顶先顶住 接着就是手工打造固定发动机的架子 像这个铁片都是经过师傅精心测量后 再重新打孔的 别看外表秀气斑斑 但结实程度一点也不差 铁片加工好之后 放在发动机的上方 用螺丝固定好发动机 当然靠螺丝肯定不够 两边还要用电焊焊接起来 固定发动机自然不能就靠上面的铁片 侧面两边也要夹固 八铁的师傅会专门聚下几个铁片 一大一小固定在一起 这样的双重铁片 就是用来固定发动机两边位置的 铁片加工好之后 要先焊接在发动机的两边 固定好之后 再拿出一根凹字形的铁条 量出指定长度 一阵悄悄打打之后 将它与发动机预留出的位置 和刚焊接好的铁片链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让发动机十分稳固 发动机固定好之后 就是加工驾驶舱的工作 用各种专门的铁片和铁架 焊接在车头 然后抛光打磨省油漆 反正就是一阵悄悄打打 最后半成品的效果 就如视频中展示的样子 车底的架构弄好之后 就是加工车身了 用竖根铁条横在黑色铁架之上 铁条的长度决定车身的宽度 当然不是越长越好 这里就要用到牛顿定律 具体就不细说了 那铁条的位置确认后 再用细一点的铁条 确定车身架子的位置 焊接好两个细铁条 就把车身的框架焊接上去 而车身框架有比较多的铁条 这就要考验焊接师傅的耐心和细心了 他们要把每个点都焊接到 确保车身的稳定性 焊接好之后稍微打磨一下 然后装上铁皮 每块铁皮都要焊接好 确保不会被大风给卷走 在焊接车身铁皮的同时 木工师傅还会给车上铺上纯木的地板 对 你没看错 巴铁的巴士地板都是木板做的 结实内造 就算坏了也容易更坏 当然驾驶舱因为有发动机的存在 怕木板承受不了高温 驾驶舱的地方会采用铁皮做地板 看这就是车身大体的样子 大体框架做好后 就是细节的地方 比如车灯位置的铁片 这些也全都是手工制作完成的 每个铁片的位置和大小 都是经过师傅们精心测量过的 实用的材质也绝对不会有偷工减料 车身的铁片都弄好之后 就是上鸡了 上鸡前又是一针抛锅 打磨 以此同时 车内的地板会铺上巴士用的专门的地板 这样就看不出来底下是木头了 巴士上的座椅同样少不了木板 每个座位的靠背里面 都有一块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板 固定好地板后 会涂上胶水 固定上棉花 然后再放上座垫 海绵 然后套上一层外套 这就是一个新的座椅靠背 最后喷漆完成后 一辆崭新的巴士就制作完了 小伙伴 你们觉得巴铁手工打造的巴士如何呢 你们想体验一下 手工制作的巴士是什么感觉吗